嘍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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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嘍 嘍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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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好 我是剛結束期聽文博會滿滿感恩的JUJUMAI 正式的文博會真的對我意義重達 歡迎JUMAI八年有一般的時間是由經濟公司為我抄搗 經濟公司合約到之後 我跟玩鬼一起參加文博會兩年 但是今年 剛名 This year 鴻豆蓖 啾啾妹我本人終於鼓起勇氣 出來自己擺一攤 年可說起來是半攤 但怎麼說還是比以前攤位大了很多 我非常用心地面對這次參展 半年前就開始規劃出視覺的商品 創意十足地畫了一個日式澡堂的啾啾妹 把面上大大的啾啾妹澡堂 搭配日式父母建築 可愛死 但你知道什麼不可愛嗎 對面是真日本人不可愛 什麼 什麼 我不知道 好尷尬 結果還好只是我幻想附近的日本參展商都超nice 還跟我合照了可愛外交成功 這次近距離跟寶貝們拍照聊天真的非常開心 你知道有時候宅在家的藝術家很容易陰謀 每天都在哪一號尋找工作的意義 每天畫的目的粉絲中都喜歡嗎 他們會不會看你 我不會覺得每天都在那邊戀愛呢 我也有陰謀腦啊 可是我不想散播不能量啊 還是不要畫了我去賣雞排 不要畫了賣雞排了啦 但這次跟寶貝們近距離聊天得到很多鼓勵成長 讓我又滿且復活 JuJu妹你本人好美啊 謝謝 JuJu妹我好喜歡你的畫 我都傳給我男朋友看 JuJu妹我從小看你的畫長大 謝謝 在展場這幾天我也忍不住職業冰犯 偷偷觀察了現場的可愛寶貝們 來自台灣香港各地男女老少各種種類的寶貝 我統整出這十種可愛寶貝 超酷麵攤寶貝 有一陣粉絲不知道是太緊張還是假粉 他會衝過來面無表情 JuJu妹可以跟你合照嗎 可以啊 謝謝我很喜歡你 謝謝 你不是以為我是哈囉小妹子嗎 沒有沒有謝謝你 恭喜卡爾拿到身份證 真的有在追耶 我還特地帶你的書 我八年前出的第一本書 謝謝你 我相信你是真粉了 好感動喔 要包一個嗎 不用了謝謝 禮貌型寶貝 通常我拍照看到比我嬌小的人 我都會蹲低配合她的身高 但是有些可愛的禮貌型寶貝 她發現我蹲低的時候 她就會跟著蹲低 然後我就得再蹲低才能跟她一樣高 然後我兩個人拍起來都腿超短 不知道在幹嘛 還有一種禮貌寶貝很可愛 其實遠遠的我已經跟她對到眼了 她滿眼巴色的愛心 我已經知道她想要拍照了 我會主動的跟她揮揮手 讓她知道可以合照 嗨 可以喔可以喔 然後她就遠遠的整理好羽絨 終於鼓起勇氣的走過來 還是會問 姐姐們可以跟你合照嗎 我以為我們已經心靈交流好了 但她還是會堅持走個行事問一下 真的太有禮貌了可愛子 真眼說瞎畫寶貝 有一種真眼說瞎畫型粉絲 我不知道該愛還是該恨 她們會十足的drama稱讚一波 橘橘妹橘橘妹你好美喔 你比照片還美 你比畫的圖還可愛 OMG真的超像仙女的 謝謝謝謝 你看到你整個在髮梁 你怎麼可以這麼瘦 皮膚超好的 我好愛你喔 謝謝謝謝 掰掰 掰掰 我今天妝賣那麼好嗎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根本出油大脫妝好不好 我不知道是粉絲濾 還是她有心害我 我差點信了 一家都寶貝 說來慚愧 畫橘橘妹都八年了 照傳統的人生步調來講 我應該要轉型成 嬰幼兒型才華家 但我現在還在戀愛你的 吐槽老公 很多粉絲會帶著一家大小過來 橘橘妹我好喜歡你喔 我們還沒結婚就在追你了 謝謝你 我們結婚是用你的結婚數月喔 真的喔 恭喜耶 對啊 我現在小孩就生兩個了 他們現在也是你的粉絲喔 每天都吵著要看橘橘妹 小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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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謝謝你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會繼續加油的 加油 掰掰 咦 這樣說起來我的粉絲會不斷增加耶 一個粉絲 結了婚變兩個粉絲 生了Baby變四個粉絲 然後變千千萬萬個粉絲 死給 超級愛寶貝 雖然每位粉絲來找我都會很害羞 但即使趕上前來跟我合照 或說上幾句話的粉絲都不算很哀 只是為哀為哀 有一天有位粉絲跟我拍完照 想跟隔壁的阿丘與學長合照 但是他找不到他們的人 又不好意思去問 就站在角落等 等啊等等啊等 問不會那幾天人潮真的很多 我看他等了至少有十分鐘 被人潮擠來擠去 真的很心疼 我就去幫他問 最後終於成功的叫阿丘學長出來拍照 回家後看私訊收到很多粉絲來信說 拍了一兩個小時到會場 看到我可是不好意思上前來講話 就這樣默默地看著我 然後就走掉了 是要讓人多心疼 不要怕Baby 如果你真的害羞 你就直接站在我面前 我會幫你把不敢說出來的話講出來的 你要拍張嗎 你要簽名嗎 你要找卡爾嗎 你要訂飲料嗎 你要找阿丘嗎 還是你在找廁所 還是你在找廁所 超級衣寶貝 香港的有一種超級衣寶貝 見面跟老朋友 直接跟我大聊心事 欸Ju妹我很喜歡你耶 我老公也是香港人 真的喔 他辦身份證的時候也是出境超過30天 整個重來也超誇張的 我就跟他說一定會超過他就不行 你老公會這樣嗎 你不會覺得香港人很奇怪嗎 講又講不聽有時候對你很好 對啊 欸我覺得你娃娃不應該擺這裡耶 放外面也會比較顯眼 真的喔 謝謝你的建議 沒有啦 我做桌窗設計的職業兵 欸上次我私訊你都沒回我 喔最近IG私信很容易跑到陌生訊息 真的超難用的 欸我可以給你拍照嗎 我等一下at你再看一下 好啊 哈囉拜拜 拜拜 拜拜 他什麼朋友嗎 暖心大寶貝 最後感謝當天有送禮物給我的寶貝們 有好多卡片零食月餅 已經被我吃掉了啦 還有讓我續命的修足時間 你們怎麼那麼欠人愛啊 討厭討厭討厭啦 以上是我觀察到的各種寶貝 最後再次感謝文不會有來找我玩的寶貝們 還有連續來好多天的baby 真的辛苦了 我已經開始期待下次活動跟你們見面了 愛你們啾咪啾咪啾咪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